连续举办第四届的副委杯全国书法比赛 今年共有900人报名 最后选出240人 不分年龄第一次 以同时辉豪的方式 在彰化县20工商活动中心进行决赛 副委杯全国书法比赛创办人 同时也是彰化在地知名经济公司董事长肖文龙 也特别前往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 秉气凝神 一气呵成 来自全台240位书法参赛者 不分男女 年幼老少 在彰化县20工商活动中心 第一次同时提笔进行决赛 场面盛大 跟这么多人一起写毛笔会不会比赛 喜欢写书法吗 为什么喜欢写 因为书法是我的兴趣 可以修身养性 让他写书法最主要是希望说 在他国小的一些作业来讲的话 字体能够写得更公整一点 利用书法来加强他的一个字体的工整性 今年共有900人报名参赛 组别包括国小中年级 社会组到长青组等六个组别 年龄层涵盖9岁到91岁 以现场发放题目的方式进行决赛 主办单位特别选择凸显彰化特色诗词 让参赛者在书写的同时 体会彰化的美好 这一次的一个书法比赛 除了我们是在推广书法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彰化线的特色 向国内国外的一个做一个宣导 透过这个比赛我们希望能够弘扬 我们固有的文化 把书法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傅伟卑全国书法比赛 由彰化在地知名经济公司董事长 萧文龙创办 以书法艺术作为比赛主题 连续四年不遗余力 同时也是国际师子会 300CC区总监的萧文龙 今年更号召师友们担任比赛职工 那企业跟我们这个公益社团结合 再透过我们师子会很多师兄师姐 大家共同来参与提供服务 可以说是一个公益结合社会的 一个最佳的这个榜样 带动整个社会教育的功能 让每一个家庭学校都更加重视 我们这个人文艺术的修养 也发挥学校环境教育的功能 副委呗全国书法比赛 宗志为弘扬书法艺术 扎根书法美学 延续推动地方文化教育 培育艺术人才 今年参赛选手水准提高 比赛规模更甚以往 这个比赛的水准非常高 能在这个比赛获奖的话 我想对每个参赛选手来讲 都是一项肯定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比赛 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 同时也希望透过这个比赛 对我们弘扬我们固有文化 还有帮助 今年各组前三名作品 将与2015台日书法交流展编制专辑 让亚洲其他国家 也能欣赏到台湾的书法之美 未来比赛也朝向国际性发展 吸引更多书法爱好者 报名参赛